2022年绝对是世界球迷狂欢的一年了 因为在下个月就要开赛的卡塔尔的世界杯 但是在世界杯开赛的前一个月呢 吉利帝豪LHIP邀请我们来参加世界超混杯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比赛 难道车跟足球还能扯上什么关系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所以一起去看一下吧 刚体验了一系列的场地科目试驾 首先是一个直线加速赛 这辆车是搭载了一个1.5G跟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所以百公里加速是6.9秒 它整个动力是有别于一般的插混车型的 在直线加速赛的开始 油门踏下去之后动力来的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并不觉得这辆车有多快 因为它全段动力都是来得非常的线性的 直到中后段 我才会发现这个速度已经其实是非常快的 留意到这个时速表 中后段我已经有一点点的后怕了 所以可见这辆车不仅是非常的线性 而且它的后径也是非常的足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动能回收的体验环节 这辆车是有三档的一个动能回收调节的 调节到最高档的情况下 是很类似于特斯拉那种单踏版的一个模式 而同价位像琴DMI的话是只有两档调节 像卡罗拉双琴一加这种车心的话 更是没有办法调节它的动能回收的 所以D豪L HIP它有三档的动能回收 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置 最后则是一个绕装的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释出了D豪L HIP的整个转向手感是非常的轻柔的 而且它的方向也算是比较准的 另外它的二次加速的响应是非常快的 这就有得益于它的双电机的一个动力布局 那么我们同场也有它的一个老牌对手 丰田的卡罗拉 它的整个底盘是有得益于TNGA的架构的加持 它的底盘响应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动力响应方面 尤其是在这种二次加速的动力响应上面 它是远远不如D豪L HIP的 首先来到的是比亚迪琴Plus车型 这辆可以说是D豪L HIP 同价位里面最强的一个对手之一了 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就是这个仪表盘 它不仅尺寸非常的小 而且在这种阳光非常好的情况下 它的反光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就非常影响我们获取驾驶时的一些信息 另外整个内饰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设计感 质感的话 那我敲一下 你们听一听 基本上都是一些硬的材质 所以说无论从设计还是到用料上面 在这辆车上我是看不到有什么质感可言的 现在来到的是D豪L HIP的车内 首先先看一下仪表 它的仪表的尺寸要比秦plus大了一倍都不止 而且因为遮阳做的非常的好 它也不会出现秦plus上面仪表反光的低级错误 这辆车在内饰的色彩运用方面是非常丰富 而且是有层次感的 尽管它的内饰还是有不少这种硬的材质 但是就从观感上面来看 整个内饰就是要比秦plus的要更加年轻 更加跳脱 而且更加有质感 很明显这辆车在内饰的设计方面也是用了心思的 D豪L HIP虽然作为A级插混的后起之秀 但是它上市两个月已经交付了15000辆 它的一个销量已经进入了A级插混的前三了 这个成绩算是非常亮眼的 而且这样车很多成绩都排在同级的第一名 比如说它1300公里的续航同级第一 比如说它百公里加速6.8秒也是同级第一 它的实力跟产品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它能不能把它的那些老白对手第一干掉呢 那我们事物以待吧